好焦点在关心的跟我们吃的东西相关 知名的家具量饭店IKEA现在传出 他们居然使用过期的味泉奶浆制作双齿林 台中卫生局机查的时候发现过期的空包装袋 那么员工是说他们是误会误用了 会再加强训练 卫生局机查人员从IKEA台中店 贩售双齿林的工作桌旁的垃圾桶内 找到两代已经使用完的味泉双齿林奶浆 10公升装包装袋 有效日期是前一天 而且还是冰凉的 证明是刚使用完 在19号那天下午 发现垃圾桶里面有一个日期是18号的袋子 那我们也问过现场的人员 他承认是使用过期的一个产品 接到民众检局指称 IKEA利用假日人潮多的时候 使用过期的奶浆来制作原味冰淇淋 卫生局前往机查果然发现这种情形 不过IKEA却指出是员工误用的人为疏失 目前接受19号当天周五到下午的发票来进行退费 一切是因为人员舒适的部分 可能把要退货的奶浆 互用在就是现场的部分 IKEA是外商的公司 所以会有一点惊讶 不会啊 为什么 已经见怪不怪了 造识了 都吃那么久了 浓郁的双齐林一项都是民众在逛IKEA都会买的冰品 不过卫生局怀疑IKEA是否已经是长期从事这样的行为 目前已经将全岸移交新北市的卫生局继续调查 并且不排除对它开罚 记者综合报道